这幅是梁永画报在1926年2月的创刊号 它中间是当时还没有称为电影明星的蝴蝶女士 这个第25期和第27期 它的封面其实是美术作品 不是我们以为的这种着色照片 叫擦笔水彩 这梁永应该说是最后一任的编辑了 梁永画报它当时在四川北路上创刊之后 就立刻成为在上海非常流行的一本新式杂志 在2018年在香港完全的停刊了 我今天专门带了一些梁永画报的原件 胡老师带来的梁永来自整整90年前 第84期1934年全盛时期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封面有很强的好莱坞风格 翻开古旧泛黄的封面 梁永的摩登生活悦然直上 这是当时新年的第一期 敬祝读者诸君 有时事新闻 有生活百科 介绍木炭带油汽车当时的新能源汽车 我们现在不是新能源吗 有文化艺术 还有国际事业 会介绍当时的美术家 就是吴胡帆 这是当时的蓝镜山的摄影作品 包括它会反映这个海外华侨的这个生活状况 判定年代我是看旗袍的下摆 旗袍下摆下到最下面的时候就是旗袍最兴盛的时候 这是第一百期 做了一个新年特刊 电影专刊 比较宝贵的就是一个一本画报怎么制作 一个编辑部是什么样子 印刷厂 摄影师拍照去采访都有 当上海所有的电影公司 所有的电影明星 都集于一侧梁勇之内 就真如他的广告所言 梁勇无人不独 梁勇无处不在 就把梁勇画报这个阅读场景最像画 就是各种的文化名人和市民都喜欢看梁勇画报 这是梁勇得自己做广告 这是一本是1935 这一期里边小家庭学第一课 他邀请了当时的电影明星摆拍 交给你什么呢 交给你一个在一个现代都市 一个二人家庭里边 你作为女性你要做些什么事情 找钱要打扫 要插花 整理书斋 而且是整理他的时候 是丈夫的书斋 同时他这一天当中 自己要购物 要听音乐 还要家庭会计 在我们上海这个女性馆前 梁勇还有什么摩登事 我们不知道 美术字 梁勇是在现代中国 最早开始使用 现代汉字美术字的平面媒体 而这两个字呢 又是梁勇画报创办人 武廉德先生 自己设计绘制的 梁勇是在中国美术字 这个里程当中不可缺的 他首先是摆脱了 传统书法的影子 另外他利用几何形 对梁这里进行了一个改变 原来这里是方的 因为他要契合下编的 这些斜线的笔画 又造成了一个 可以说同类杂志里面的 完美无缺的 刊明的字体 它属于最早创造的 这种字体 梁勇杂志 创办于1926年 那么在1936年的时候 美国诞生了一个 相同类型的 LIFE杂志 它的LIFE 这个刊脱在 世界的设计史上面 被列入非常著名的 一个刊明的设计 那么梁勇没有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实际上 比他们早了十年 对 早了十年 虽然至今梁勇 在字体上的重要性少有人知 但它证明了一件事 摩登过多少年都不过时 5月7日